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禅师问他 叫什么名字 他说 我叫张桌 这个禅师说 找个巧 都找不到 哪里来个桌啊 他就悟到了 就那么快 言下顿悟 这一句话 就悟到了 我们现在找找看 他悟个什么 他悟得一切法无我了吗 得成于人 对不对 拿教理说 暂时懂了吧 所以 他就做了一首祭子 光明祭照便和沙 凡圣寒灵共一家 一念不生全体现 六根才洞被云遮 断除烦恼重增病 去向真如意是邪 随顺世缘无挂碍 灭盘生死等空花 光明祭照便和沙 这是讲体 一切众生 同一本性 这个自性之体是光明清净 无相 祭照 不是真常违心 那是形容词 便和沙 无所不在 凡圣寒灵共一家 一切众生 与佛无差别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一念不生全体现 注意啊 一念不生 是无生乏忍 初步的境界 怎么说是初步的境界呢 真正无生乏忍 万念皆生 还是无生乏忍 那是菩萨成果 初步的境界 是一念不生 还有 我们学佛修持的人 不要搞错了 以为一念不生了 以为念头 思想 都不动了 那不是一念不生 那是昏尘 什么是一念不生呢 上互念 无助 一切无助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不可得 亦不可得 就是一念不生 生而不生 所以 六根材洞被云遮 这都是初步的 无生乏忍 到了最后 六根权洞 也没有被遮住 所以 刚才讲 佛说的 无向无助 但是 这中间也分两层 就是根本质 与后得质的不同 不能以声色来误导 去掉生色以外 一念不生 全体现 六根材洞被云遮 这还是 只得根本质的 这一面 没有得到后得质 断除烦恼 重增病 为什么不必 断除烦恼 断除妄念呢 你打起座来 一天到晚 断除烦恼 把烦恼空了 妄念空了 那个就是妄念啊 那个就是烦恼啊 所以 你不能得定 反而成心里的病相 所以说 断除烦恼 只是在重增一层病 去向真如意是邪 你心里只想抓个道的境界 就也是邪见 一切法 无自性 所以 你不能抓一个真如道的境界 有个道的境界 就正是妄念的境界 就是烦恼 那就不是 一切法无我的道理 因此 这位居士 后来并没有出家 在家菩萨 后来就成道 下面两句话 你看他大彻大悟的话 也无所谓在家出家 随顺世缘无挂碍 活到这个世间 随顺世缘 就是所谓禅宗祖师讲 真正悟了道的人 是怎么样修行呢 两句话 随缘消旧业 更不造新秧 就是还债而已 随缘消旧业 不再去造新的坏业力 当然 新的善业 还不断在做了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新秧 这个就是随顺世缘 无挂碍的道理 最后 他的气派更大 所谓了解金刚经的全部 灭盘生死等空花 不但生死等空花 学佛 正到灭盘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灭盘也是空花梦幻 空中的花果 不实在的 所以灭盘生死等空花 我们拿这个张桌的公案 来说明金刚经所讲 知一切法无我 得成于忍的道理 有求就有助吗 虚菩提 以诸菩萨不受福德 顾 虚菩提白佛言 世尊 云和菩萨不受福德 虚菩提 菩萨所做福德 不应贪拙 是故说 不受福德 以诸菩萨不受福德 故 这句话 又点题了 因为真正 行大圣菩萨道的人们 他做善事 不想求福德的果报 所谓做一切善事 亦所当为 应该做的呀 假使我们行善就是救人 认为我在赔福报 又错了 那是凡夫的境界 不是菩萨的心性 所以 一切菩萨不受福德 他不求果报 虚菩提听到这里 又怀疑了 他说 为什么说 菩萨不受福德呢 刚才我们说过 菩萨并不以求 福德之心去行善 是做应该做的事 本分的事 做了就做了 不住 不着 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呀 难道虚菩提 比我们还要笨 还要问一下 为什么菩萨不受福德吗 你说 须菩提问这个话 对不对 当然对 问得很高明 对 菩萨做善事 并不是为了求福德 但是 既然无助 无拙 求求 又何妨啊 换句话说 求 也是不住啊 菩萨难道没有这个气派吗 他问的是这个道理 你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须菩提问得非常严重啊 既然是菩萨 此心无助 行一切善 此心无所求 这是无助 有所求 就有助吗 那这个菩萨 还没有彻悟吧 还没有对吧 他问的是这个道理 所以 佛也几乎被他问倒了 又赶快说 须菩提 菩萨所做福德 不应贪着 是故说 不受福德 诸佛菩萨 都在行功德 当然不应该贪着 因此说 虽然有福德 自己并不贪着 有好处 自己并不领受 而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 愿这个世界 一切众生受这个好处 自己不想要 所谓大不识 所谓不识法门 不识波罗蜜多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有一个结论 真正正道 勿得波罗蜂 勿得般若的人 没有自私的 不会走小盛的路子 是不识第一 不识 是法不识 才不识 无畏不识 一切的不识 菩萨道 都在其中了 这一品我们结论的记字 第二十八品 记诵 漠然无语是真文 情道无心意已熏 撒手大千无一物 莫平是未论功熏 漠然无语是真文 这是讲真正学佛智慧 与功德 真正的佛法 一切无我 无自性 那么 佛说的法 也是方便 真正的佛法 也说不出来 所以 佛 曾经有一次在摩羯陀国 对学生不讲话了 在摩羯陀国 闭关三个月 不说话 这表示 佛法没得可说的 要你自己去证 所以漠然无语 说无可说 这是真文 情道无心意已熏 真修道无心之地 一切行 一切处 都是无心 一切情意识 都自清净了 什么是无心呢 就是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到无心之处 这个第六意识 完全转了 才呈现智慧的境界 所谓转成妙观察制 般若的境界 撒手大迁无一物 怎么样修持 才能够达到 这个无心之处呢 悬崖撒手还不够 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 都可以拿来不失 一切都可以放下 真正的放下 就是六祖说 本来无一物 所以 学佛法就是两条路 要求福德的成就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是提得起 要想智慧的成就 就是放得下 提得起 放得下 才有资格学佛 提得起 放得下 自然就可以成佛 说般若境界 一切万元放下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修一切善法 做到了一切提得起 修一切福德 福德 不是世间上的福报哦 一个人要悟导成佛 是要大福报的 真正的智慧 也是需要大福报的 不是世间的福报 所能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